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E MONEY 市跌近50点 23,048点的位置 成交是79亿左右 今天成交又好像剩下一点 这时间当然找找股评人和我们聊天 有盧志明、Ken Ken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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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昨天挺旺场 很多股份都肯走 亦都破了去年12月的高位2,3,0,7,6 今天就少少轻微偏遠 这期我们港股 经常都不理外围 自己走自己的性格 我性格演员 那现在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走得远一点 第一件事先 我自己个人戒心开始强烦一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一次我们在聖诞节假期 那时候呢 我们都说了一样东西 就是反弹了 亦都说了是由24,000到21,500 那过往 由2013年 有两三次都是由24,000到21,500 附近的位置都肯反弹 但是弹完上来呢 弹到多少呢 弹到上23,000附近的位置呢 就行人止步了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综合那两次由24,000 弹了下去 跟着弹回上来 弹的日数大概是多少呢 平均呢 是16至21附近 那如果以这个日数来计的话呢 昨天就是由反弹弹上来 第16日 那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你说 会不会有多少少空间在这里 我觉得会 但是呢 可能空间未必会太多了 可能是23,23附近呢 因为始终我们可以看一个密集区呢 那个密集区是说去年的8月附近 那未突破9月2日 冲上去那里呢 冲到上24,000 那恒生指数呢 都是说大概22,700至23,200 附近呢 就走了差不多说十几个交易日的 那好了 现在来到这个水平了 我想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着一只股 看着腾讯 腾讯如果一天都不肯破关 推上去200元楼上 穿到上去的话呢 那我想恒生指数来到这个位置呢 那就尴尬一点了 尴尬一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第一 接着过了下个星期 是农历新年假期 过来没事 那又回到外围主导 外围呢 特生呢 就上场 会不会有多些回吐压力呢 那这点呢 我想先做定个 叫做安全组司先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会淡呢 未必的 但是我觉得警戒心会高一点了 所以 在这个水平 个别股份去有个炒作 那我想小丑龙你的概念也是这样 是啊 不过这样 其实我昨天见到的成交 去到一点多钟 突然间有四百多亿 我就觉得 都算少有的 因为之前的成交 好像拉牛上雪都不肯上 我就觉得很慢 很悶 很辛苦 昨天其实明显的成交 是多了 像不像是一些的部署呢 就是 之前我也挺支持 你在圣诞节 就跟我们说放假 之前或者前后 会有一些少少偷鸡的动作 趁市很静的时候 就会涌上来 那中了 因为差不多到12月28、29、30这些位置 都随随地走上来 我原本以为在新年假的 可能下个星期 比较接近努力年假的时间 才会走 怎知道昨天又上了来 今次的假期 有没有这支歌仔唱呢 我觉得不要太开心 通常在最极端情绪 和最兴奋的情绪之下 都会做错事的 那我自己觉得 你说 在指数方面去找东西去玩 我想暂时 不会有太多的 叫做 可以可索性的高的股份 反过来 二、三线股份 或者一些 叫做距离 一些移动平均线 比较远 因为恒生指数 你看到它 叫做碰着一百天线 站得稳 那很多股份 之前在说 恒生指数 在有二万三跌下来的时候 距离现在 一百天线 比较远的股份 你看到陆陆续续 不管它的基本因素面也好 什麽也好 都有多少 都肯走上来 贴回这条移动平均线 那过去这两天 你看到都有一些 可以继续走上来 就是很多 叫做比较落后的股份 是走上来 开始追回一百天线 第二样 就是有破顶的股份 其他的资金也都看到 咦 破顶 应该可以短线一层 也都有资金 叫走上去 并不等于指数 会急跌下来 因为现在 我觉得暂时的指数 即使我说 不叫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上去 你说是否有个很明显的急跌 我又觉得不会 现在反而就在大概 如果一路都未能够 冲到上去 23,250点 楼上的话 我觉得就可能 暂时都是围住了 大概四五百点里面 上上落落 但是 在这四五百点的上上落落里面 很多股份 仍然都有多多少的 叫做时间和空间 是给它追回一个落后 或者它破顶 还有一个叫做上升的空间 所以我想要拿捏着这些类型的股份 不是叫做斟酌着在指数 因为指数 我觉得暂时 真的可能上落空间比较太多 那好了 即是要我问你股份 如果是这样 有些股份都行得漂亮的 其实 譬如资源等等相关 那 盧志明 心目中有什么股份 是值得大家去及立呢 其实 每天都很多不同的主题 近这几天都好像很散 有很多股份 好像你看到马降 安降那些持续走上去 但是现在你去这些位 你说去追的 我又觉得无谓了 那可以hold一些 都技术性都比较强的 好像1478 这些都仍然是叫做 顶子走上去 好危啊 可以hold低一点点的位 因为上个星期 聊完电话之后 股份 一直都是在平台区的流上 挺厉害的 那这些 你说是否现在买呢 那未必等于现在买的 那就是说 你可以留意着 这些强势股份 那还有哪些股份也是强势呢 546那些也是强势 那这些也是可以 密切留意着走势 因为图表和形态 是非常靓仔的 只不过短线急升了上来的时候 大家要找位去买 不是现在急于一时 你说不是的 我短线 如果短线的话 你就要找回他们自己的 股份个别的一些目标区域 去做一个评估 究竟短线是否值得再冲进去 但是你说不是我做个评估 或者量度了一些阻力区 或者一些目标价 差不多到 差不多到就可以叫 要不用动它 反过去看它有没有回肚 挖回去一些儿童明均线 好像10天儿童明均线 或者20天儿童明均线 然后再作部署都未迟 只不过这些股份 大家可以放在一个袋子里 因为它处于一个形态上 比较强势的情况 1478就爆了顶 昨天我们的嘉宾 都有提及这一只优态科技 今天是新高 5.23 现在5.21升2.3% 浮风 我们另外小炒仓的Samantha 都有提到 她昨天吃了4.5% 现在是4.47 升0.2% 原来有大和 点评浮风 提升目标价 搞到浮风都创了一年半之内的 一个新高位 都相当之厉害 有些个股要谈 看看293跌得很厉害 国泰 现在就被多间大行唱淡 是最差表现的大银筹股 她说精简架构 兼否认卖盘给国行 因为市场有这个传闻 国泰第一天 出了精简架构 削减人手 或者重组 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升的 又有大行唱好 但今天反过头 全都会踩 究竟国泰是想如何 现在油价又高了上来了 是不是似乎都不是应该买下去的时间呢 我想国泰呢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问一下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去投资股份的时候 你要看基本因素 你想一想自己过去这几年 其实去旅行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会选首选国泰呢 去坐机的时候 如果你说不是首选国泰 跟之前那个变化明显地 竞争性是大了很多 在不同的航线里面 我个人 我之前都很喜欢去任何地方 都首选国泰先的 在过去这两三年 开始慢慢看到 有其他航空公司 或者其他航班 叫做竞争性 尤其竞争性是什么呢 第一是服务上情况 第二就是价钱情况 我从一个旅客的角度去看的话 咦 我的选择真的多了很多 那就是说 以前我觉得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已经在过去这两三年 就叫做有少少幻灭了 那我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 那你可以做一个问卷 简单的问卷调查 是不是一些叫做旅客 或者一些叫乘客 是不是一定要很拜错国泰呢 我想这个心态 真的有些转变了 那变相呢 那关什么事呢 关事的 你始终的旅客 如果是以前选择国泰的航班人士 现在变相用一个叫价格和一个质量的比 来做一个叫评价的话 变相就去了其他航公司 那你在这里 你无奈地很多时候 就会逼了国泰做一个减价的情况 那以前那个优越价钱 而是令到国泰自己本身的盈利情况 有一个比较好的保证呢 现在我觉得开始有点出事了 所以你说国泰是否值得吸纳 我就有其他高分选 我就不会选国泰了 嗯 好啊 即是有其他航空公司选的 我就未必会选国泰了 我都同意的 你说首选以前我都会的 但现在有的比较底下呢 有时都会回答其他的 所以大家都比较价钱 服务质素这些东西 即将心比己 293现在跌4.4% 做10.34 那我和盧志明聊到这里 多谢Kent的分析 市是债下来23000的边位 23,015点 跌83点 成交又摸回来很低 只有110亿左右 我先回答66334386的问题 欢迎大家 可以WhatsApp我 66334386 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看到Facebook也有留言 我会回答Facebook的留言 先留意一下 昨天我已经回答了1470 在和孙泰文下午的特别节目 因为下午都跌得比较多 我昨天一直都看到盘 在日本有个异动的情况 跌了下来 我有摺摺 跌下来的时候 我自己有出手摺 因为如果你买核股 它突然间有个这样的情况 都不出奇 因为通常会有些跌档 我最重要是什么呢 看看市值是多少 市值现在5亿左右 完全都未到核价 我觉得昨天看盘 就像被人召喚 所以就斩了一些学股 因为昨天升了一些大价股 和中价股份 这些要坐的 那些投资者会有个选择 因为纯粹机换成本 买这只会走得快点 那就过去了 所以很多人问128的问题 大家同样心态 但你看到今天1079的例子 那就是不用我说 大家是有一个时间性 是需要去等待的 那我自己觉得 5亿左右的迪达 都依然是要卖的 因为首先它业绩不好 而且完全是看得出 是一只学股 所以我们都是等它卖的 昨天我觉得是纯粹 有些没什么实力的投资者 就被人抗马战 所以就沽了下来 因为你看到是肯沽的 那一下全部都扔出来 就是等钱花 那我就不太觉得 里面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都会继续持有 那不如给大家一个指切位 免得大家觉得难搞 那其实如果打穿六毫一 就给它 因为都接近你们 譬如买入价的一乘半 这些位置的六毫一 如果你是忍得住 我相信月一八天线 五毫六指的位置 我自己觉得是守得住的 虽然学股看图 看走势 就似乎不是太准成 但是我相信资金的动作 可以这样去衡量一下 就是1470 另外先回答一下 1499 昨天一大棍就上了来 在前进 也是建筑学股一只 之前四十五度角度斜落 昨天美市就爆上来 现在去到大线纳1499 应该是一个月的高位 就是六毫半指的 如果你喜欢像建筑的学股一样 它之前的高位是七毫八指 现在六毫多指 它又升穿了一百天线 很多都未升得穿过一百天线的股份 你就用一个小注去拼 看看会不会去到接近七毫指 六毫八这个位置 昨天的大棍也有些启示 可以这样帮一下 因为都跌了很多 由七毫八指跌到下来 看看才是十二月的时候 只有五毫指 昨天的大棍就比较明显 可以留意 另外留意买 这些都不是我推的 136、3822 我都没有什么基本因素 我都可以告诉你 所以 我其实就不会买 136 你看到市场 它仍然是一路 低头的 其实 没有成交 我就不会买这些股份 我不知道你多少钱买 譬如说3822 现在只有一单成交 这些都是学来的 一单成交 但就少了一点 两毫九千半 如果真的受不了自己 定回15%的止蚀位 都不是我一杯茶 这两只 接着就问 六五六 十五元的平均 那长线是多少 六五六 好啊 复兴一下 这个图很漂亮 六五六 一个小小小的盾牌 下面的位置 就上来 去到那里 有一个三顶位 在11.8那里 今天是升穿了的 但是 就未在一个收市 站得稳的位置 帮你先看盘路 一只六五六 不过你15元买 都挺难见回家乡 不过这样 我觉得你 可以坐到上11.8 第一个位置 接着第二个位置 就是12.2 我想 13元也挺难的 你去到12个多 其实 又是那句 15元买 都要止蚀 虽然大家猜 是的 这只15元买 你是多少年前买的 我想你是2015年 是最高的时候买的 都坐了这么久 不如你 如果看到接近13元的 先减少少 减少少 减少磅 然后就剩下那些 有和没有都没有分别的 那你就等 看看会不会真的 遇到2017年一个大浪 那六五六都会上回去 但是 就 不是那么漂亮 那个 就是 由15元这样跌下来 现在才去处理它 其实 如果是 看一下 其实10元跌了五成 如果15元跌到10元就是五成 五成你都不斩 那你都不会斩的 现在 你都是坐 你坐到回去平手 有机会 幸好就有 否则 都是要 止蚀离场 好 接着 403 目标价 403 又是那些 很静很静的股份 但是突然有突破 你看看图表 7毫三指 挺好 升了百分之四 一个月的新高位置 很有趣 它慢慢補之前 很大的下跌裂口 介乎就是六毫四 至七毫六 而有机会 補完裂口 就八毫只见了 你希望它继续继续继续 慢慢補完裂口 但是它 升完就休息 升完又休息 它不会大升几天上去 所以 你买了 继续持续 補完七毫六的位置 就见八毫二 可以有这样的安排 好 达到差不多 看完就一一六九 今早 见到无人护航 立即折下来 我十三个半 十三个六毫六 十三个七推介 跌了两毫只 少少调整 不是太担心 十三个半跌了百分之二 看看这个位置 买不漂亮 守着十天线 十天线就是十三个五毫八 十三个半这个位置 都可以 如果你喜欢 都可以在这个位置 就进行吸纳 海尔电现在十三个半跌大约百分之二 好 我们谈到这里 十点零四分 市跌了五十七点 二万三千零四十一点 稍后回来有小丑王国